Brush是那个Computer Club的那个主席 他要订T-shirt 然后他的那个重办案一那边 他有个graph给他这样 然后Complete the table below based on the graph 10的时候呢 他就是100 然后30的时候呢 他就是200 没有10的时候是100 对 30的时候他是200 50的时候他是300 然后70的时候他是400 然后他很奇怪 0都要给50 然后你会怎样给他Explanation呢 我们需要有模板的 你一定一键都好 那个模板都需要50块 OK 开模都需要50块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就 What would you explanation would be OK 所以那个50块是开模费啊 或者是设计费或者是 总之你定一键都好 定10键都好 他都是要100块 然后你定一键都好呢 你都会变成那个60块 其实是一键10块 然后你的那个模那边本身就是那个10块钱的 OK 所以这个是他的模板费 OK 所以给我 我会讲这个是属于他的模板费 OK 就是说或者是你的设计费 OK 就你定一键都好 你开模或者是设计都要这样的价钱 Calculate the total cost need to pay for 68 68 我们在这边 68上去过来 所以我在我的这个graph里面 我的68是在哪里 我的68是在这边 68是在这边 So 我的68这边上去 OK 我的68这边上去 它会变成这个 然后它会是390 380 它有400亿 这个是368 我刚刚的这个是60 2 4 6 8 对 2 4 6 8 68的话呢 它会是390 所以是390 所以它68键的时候 它要给390 所以是RM390 我在这边68的时候 这边是390 它有400亿 然后它可以order多少 所以我们知道400亿的话呢 我就在这一边 我的graph这一边 400亿 和横下 400亿在这一边 过来 这一个 然后接着呢 那我们这一个地方下去 OK 这一边下来 这个是72 OK 所以它可以定72键 OK 所以答案是72 72 所以是72 piece 可以 可以